大家好 很快就到2018年了 又是時間和大家看看2018年冒出年 各個生肖運程是怎樣的 無論怎樣都好 每一年12個生肖裡面 僅有四個是犯太歲的 在國內甚至乎有些算命師 認為每一年12個生肖裡面 是應該會有六個生肖是犯太歲的 其實這些都只不過各司各法 傳統上我們都只會用這個連枝 去配合這個神煞 來推算生肖運程 我KIM今年特別額外用了一些附加的術數 去預測2018年各個生肖運程 不如現在我們就看看 你所屬的生肖運程是怎樣 對於屬牛的朋友來說 在2017年度過了一段較為穩定的日子 在2018年因為星位的移動 所謂的犯太歲四分之一的機會又有你份 換言之在2018年 你是會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例如搬屋轉工分手這些事項 比起2017年當然會有信息 星方面你是有太陰星和天羽貴人星 即是不單止只有女貴人 無論你是男士或女士都會獲益 但設計一樣要低調行事 多用哲學家的思想和少些語人去計較 多些要考慮別人的出發點和聽別人的意見 總之便要開獨得免遭到少人的暗算 在2018年你會有破財和情緒起伏的現象出現 建議你花多些錢去多些請別人吃飯 一方面可應破財局 第二方面可打好人際關係 作為基礎 設計要多些為人著想 方便人亦即是方便自己 與人同樂之餘 又可樂在其中 如果仍有小人在你身邊虎視眈眈 你就可憐他 你的聖靈亦會升高一個層次 最後KIM祝大家在未來的2018年 從心靈的學習當中得到進化 感受到人心的充實和喜悅與平安 MING PAO CANADA